北京区间10月9日,美国媒体FDAWY World预测,为接下来即将发生的四笔交易,很多球迷都会认为其中之一必然会涉及森林兰和金米巴特勒。 但这四笔交易中,恰恰没有巴特勒的交易,因为在16-8日,根据ESPN铭记沃神的报道,森林兰跟热活的交易谈判在最后阶段,森林兰提高假冒让热活管理层感到闹怒,两队的交易谈判又停止了。 而且西伯杜还在试图说服巴特勒在常规赛前归队,巴特勒方面也有了松口的迹象,他并不打算缺席常规赛,他的交易或许会放缓一段时间,可连忙有多支球队都是有交易诉求的,他们都想通过交易来补偿自己,有的球队甚至可以用交易来在下赛季冲击总决赛。 第四笔交易设计格兰德拉基奇,声文中明确写道,如今的壮德安德烈爱顿在联盟崭露头角,但美人认为,他能击败东泄奇拿下最佳新秀,就算他拥有2.16米的身高加2.27米的臂展,野天的运动天赋和柔和的投篮手感。 但若太阳管理层被爱顿找到一个出色的孔球后卫就不一样了,有了一个好的后卫能让爱顿在进攻端更加轻松,不需要每个球都直球背身单打,他能得到轻松的得奔机会。 德拉基奇是太阳队最佳的目标,他上赛季入选全明星阵容,场均17.3分4.8助攻,他有出色的大局观和视野。 太阳可以用钱德勒加达为二加瑟加19次轮件送到热火,从热火得到德拉基奇,这样热火队就可以放心的抛售哈桑·怀特赛德。 太阳的硬实力也将暴涨,爱顿就有了冲击最佳新秀的机会。 但吉洛拉塞尔并没有像在NCAA时期一样得到很高的曝光率,很多人把他称为水货帮颜。 可他不是没有天赋,他有劲爆的身体素质,良好的组织进攻能力与坦分才华,前三个赛季也一直都在进步。 他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合同年,他需要迎来更大的爆发。 蓝宝队作为一支重建的球队,在19下很难给拉塞尔一份大合同,毕竟下赛季拉塞尔的数据不会只到15.5分5.2助攻3.9来把0.8场断0.4盖帽。 他有希望拿下场均20.5的数据,为了保持蓝宝明下的心筋自由继续重建,他们可以选择跟魔术队进行交易,用拉塞尔幻桥纳斯西蒙斯跟一个次纹签。 这样蓝宝保持了心筋空间,魔术则得到一个出色的空位。 将拉塞尔能跟拉龙戈登,班巴这样的点击打各自搭档,魔术下赛季的实力有希望冲击季后赛。 埃里克布莱德所上赛季,场均17.7分5助攻3.8篮板,二场断0.6盖帽,命中率47.3%,三分命中率34.7%, 还按照这个表现下一份合同必然会在2000万以上,他的进攻、防守、组织能力都不错,但熊鹿队却无力给他大合同,他的合同即将到期,熊鹿队已经将他把上货架,加上他不是一个好的三分投手,生涯仅33.7%的三分命中率,熊鹿队希望用他换取一些投手。 熊鹿尼克斯有意得到他,在19年上是放心金空间,像哈达威,海佐尼亚,四轮前可以成为筹码。 布莱德所的合同,也将在19年下到期,届鹿尼克斯就有更多的空间,取招木杜兰特这样的巨星,肯巴沃克拿下1200万的年薪打住场均22.1分,5.6,助攻3.1来吧,1.1抢断的数据。 他的合同只剩下最后一年,黄蜂最近几个赛季战绩都不佳,这让沃克已经有些疲倦,他想要冲击总冠军,去一支好的球队冲击3000万家的合同。 目前凯尔特人是可能跟黄蜂做着比较异的,下赛季绿凯的目标是总冠军。 欧文已经明确表示愿意许约,罗奇尔的提前许约安吉放弃了,他只许约了司马特。 司马特与罗奇尔两人实力不会比沃克强,若绿卡用这两人交易得到沃克,下赛季的战斗力会大涨。 欧文加沃克加海沃德加获福的就是四巨头组合,当然沃克是打欧文替补,对上第二阵容的球员实力跟自己差距很大,他能更轻松的拿分,绿卡将能跟勇士、火箭、76人等一较高下,绿卡的目标是总决赛。 他们需要沃克这个极战力,在十九下沃克和通道器后,绿卡也能放弃他,清理出更多空间,勇于取约欧文,在补桥,门眼小白。